所以那三年來 妳根本就是沒辦法想說 我要不要再交男朋友或什麼的 妳就是一直在痛苦當中度過 對 然後一直到我朋友 帶我出去唱歌 然後唱歌每次都唱那種 然後就會大哭這樣子 然後後來他約了一個男生 我正要準備唱那種 很難過的歌的時候 他就把我麥克風搶走 我嚇一跳 想說誰搶走我麥克風 然後那個人就 潘衛博 是誰搶走了我的麥克風 妳來了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男生 唱我的情歌 可是他唱歌真的超級難聽 我想說已經沒有人唱歌 比我還難聽 可是表情就很認真 然後我就 我就笑得很開心 原來唱情歌 我可以笑 對 我就覺得這個人雖然很難聽 但是妳還是可以笑 對 因為他逗我開心 然後我在想說 應該是我朋友有跟他暗示一下 說我就是有走過一段離婚 的狀態 然後希望他可以多照顧我 然後後來他就一直找我划拳 然後因為我不管划拳 拿書也他喝 贏也是他喝 他就一直喝 然後我就覺得 好像有一點明顯了 可是因為他就很可愛 然後後來他喝了真的滿多 我們就是結束要回家的時候 然後他就 我們就走到電梯門口 然後他突然就是 壁咚那個電梯門口 然後轉過來問我說 妳有沒有看過新加坡的魚尾獅 然後我說沒有 他說沒有的話 我帶妳去看魚尾獅 他就這樣子 噴吐耶 這故事 你也太明白了吧 不行啦 好新的浪漫故事 電梯門就打開了 然後你知道就是錢櫃的妹仔 都是穿短裙高跟鞋 就是準備電梯門一打開 就是要迷摩生死鬥 感覺啊 她在裡面就吐耶 她整個往電梯吐 因為那個妹妹 電梯裡面的妹妹 就不夠被把扯倒了 她就被嘔吐噴到 然後整個臉是扭曲尖叫 然後還有一些人 手刀要逃出有沒有 還在嘔吐屋還滑倒 好笑喔 可怕 然後妳就笑得更開心是不是 我就出國離婚這三年 從來沒有笑得這麼開心過 妳現在 她就很累喔 很累喔 超像魚尾獅的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看到了就對了 對 默讀這一切 所以妳不用去新加坡了 對啊 我超開心的 後來我就跟她交往 要定了 今天晚上十一點 我的影片線上收看 小姐不吸地